丽儿,朗兹是一位享誉全球的情绪学者 她在扎实的科研成果的支持下 运用大量的实际案例 对男女之间的爱情和行为方式 进行了有趣的剖析 本书对男性和女性 在感情需要和表现上的差异 进行了详尽的描写 并从不同的角度 阐述了恋爱的原因和历程 从而使 我们能够用不同的言语和非言语方式 来获得对方的好感 从而获得自己心中的理想 中心要素 一,为何两个陌生的人 最容易被相似之处所迷惑 二,为何对两个人来说 对等原理是决定关系的关键 三,怎样才能让两个人 都能维持良好的关系呢 大家好,请收看这本书吧 这是一部名为 《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的新书》 连罗胖都说 我们曾经尝试过很多次 用一些商业上的方式 来推广这一部作品 结果都没有成功 有趣的是 不管是罗胖 托衣舞 还是我们的许多同事 一开始都有些轻视这本小说 但随着阅读 他们会觉得这是一部非常棒的小说 应该向更多的人介绍 本书不仅提供了许多实际的恋爱方法 同时也传递了一个关于爱的正面和健康的观点 无论你是否已婚 都能从中得到许多关于爱的启示 下面 我将分为三个章节 向您解释本书的内容 我将从中挑选出三个关键字 从两人相识到相爱 再到相爱 再到恋爱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第一段 第一个字是相像 这是两个人 从最初的相识到相爱的最主要的字眼 也许你会觉得这有些出人意外 但在最初阶段 所有有关吸引力的科学调查结果都一致 我们是否对一个陌生的人有了一种好感 这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多少相似的感受 中国有一种古老的说法 叫做情色和鸣 不知是否偶然 此书中亦有类似的隐喻 认为人心就像一架精密的机械 会不断地搜寻与自己有感应的人 因此 两人在初次相见时 总觉得有许多相似之处 都会说 一见钟情 即使在《红楼梦》中 贾宝玉初次见到林黛玉 也会说 我见过她 很多小说和小说中 都有一见钟情的情节 由此可见 相似度在恋爱中 是很有效果的 你也许会说 难道我只需要天天等待 等待一个熟悉的人 就是我真正的爱人吗 本书教导我们 我们不必如此消极 我们可以在必要的时候 积极地去发现 自己与他人的共同点 并且在必要的时候 通过某些方法 让他们意识到 自己与他人的共同点 这样才能更好地相处 要找出相似之处 首先要明白 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 在本书中 作家将相似之处分为三个层面 彼此的认识越来越深 第一个相似点是 你和他的共同爱好 喜欢听的歌 喜欢的影片 喜欢的书籍 喜欢的周末 都可以到哪里玩 第二种相似之处 就是我们常说的三观 就是你的人生理念 行为方式 以及对这个社会的看法 第三个相似点 就是你俩对爱的看法 也就是说 在你心中 对爱与结婚的看法 是怎样的 在理解这三个层面上的 相似点以后 本书会提供一些相关的提示 帮助你找出 你与他人真正的相似点 为了找到与他人相同的兴趣 你必须要扪心自问 我是否愿意与此人共事 当你和他在一块工作时 他们会越来越有共同的兴趣 有些人会误会爱情 认为在交往中 总是希望别人看见自己 你看看我 我多么出色 认为可以让他心动 你也看到了 两个人要是 有相同的爱好 经常在一块玩耍 那就更容易在一块了 反之 你发出的讯息 就是你不愿意和他 有相同的兴趣 那么 你就会失去这个机会 菲尔在一次派对上 遇到了一个女生 两人向谈甚欢 所以 菲尔就打算把他叫过来 他首先说到 我对音乐很感兴趣 听说那里有个很棒的地方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来 最后 女生说 我上了的大学 就喜欢上了骑士手 等出了学校 就不感兴趣了 菲尔接着说 有一家名为 卡萨布兰卡的著名影片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 姑娘接着说 我已经看到了这部影片 这一次 两人再也说不下去了 因此 如果两个人要加强关系 就必须要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然后 如果你要探究两个人 在二重世界中的相似之处 那么你就要扪心自问 我们是否有着同样的价值 以前有一所高校就是这么做的 他们组织了一场约会 然后随便挑选一组情侣 让他们在约会完了以后 无论感情怎么样 都要说出自己和他们 有着很相近的价值观 而另一些人 在约会完了以后 就跟另一位说 自己的价值观不同 事实证明 无论在约会时的 真正感受是什么 如果你告诉他 你和他的价值观是一样的 那么 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会变得更好 该试验表明 一般情况下 人们对那些 有相同价值观念的人 更有好感 他还有一位 名叫路西亚的好友 名叫路西亚 是一位对小动物 格外喜爱的姑娘 她在一间宠物庇护所工作 并活跃于动物权益活动中 路西亚 上次和前男友 说起了关于宠物的事 最后那个男生说 我也爱吃肉 特别是吃肉和大块的 之后 他遇到了另外一个人 在三次的约会中 这个男人把他送到了家里 然后在路上 看到一条浑身是血的小狗 趴在马路边上 明显是被汽车撞到了 路西亚事后才得知 这个男孩刚刚将他接走 马上要回到公司开会 不过即便如此 他也不得不停车检查了一下 然后带着他到了 最近的一家宠物诊所 这一瞬间 路西亚感觉自己 已经完全沉沦在对方的怀里了 调查表明 夫妻双方的关系 不在于有多少相同的价值 而在于他们的品质 只需要有一到两个人的价值观 能引起强烈的共鸣 就拿路西亚来说 对方对待野兽的方式 让他有种很亲密的感觉 最后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了解彼此的相似度 我们必须要扪心自问 究竟爱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 很多人都不想谈这件事 就算是夫妻之间 也有不少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往往会遇到一些问题 然后他们就会意识到 自己对于爱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 笔者认为 要认真对待这件事 尽早地弄清楚彼此的恋爱观念 看是否和自己有没有共同语言 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期望的爱是怎样的 也不是怎样的 这两个人到底有多亲近 还有多远 有几个单独的房间 在恋爱中 两个人需要付出几分 弄明白了以上问题 就可以弄明白 你对爱的看法了 有调查显示 你的婚姻和爱情的快乐与否 主要看你现在的状态 和你内心的期望有多大 假如你认为 爱是一种亲密的关系 随时随地都可以陪伴你 那一个性格冷漠的人 会把你逼得走火入魔 你把完美的爱 看成是两个 彼此都很有独立性的人 但过于依赖对方 也会使你很不舒服 问题是 恋爱中要有多亲近 要有多自由 没有一定的准则 有的只是不一样 没有对与不对 因此 早点理解彼此的恋爱观念 寻找与自己类似的对象 就能更好地体会彼此的感情 第二段 第二句话是 对等 这是两个人 从相爱到相爱的 最关键的字眼 爱不能瞎 哪怕在仁慈的人 也会有很多粗鲁的想法 所有人都会自言自语 跟这样的人在一块 我能得到什么 说到这里 你也许会感到不安 这哪里是恋爱 这不是封建主义吗 讲究的是一个人的身材 一个人的家境 一个人的身份 一个人是最好的 不要担心 评估范围不会太狭窄 这是六个要素 一个是外貌 一个是财产 一个是地位 一个是地位 一个是知识 一个是性格 还有一个是性格 下面 我要给大家带来两个好的新闻 我专门在智慧城发布消息 并进行一次简单的研究 来了解一下 人们如何看待这六条规则 并有数百名网友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 我想说的是 从调查的角度来看 相貌 财产和地位并不是最重要的 人们更关心的是知识 性格和性格 西方现代思想四十讲的主编 刘晴先生 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他的答案很有趣 他将自己的容颜 放在了最前面 但他的原因是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的 他觉得 自己长得帅 喜欢读书 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要跟你说的另一个好消息是 现实中的事情或许要比刘晴教授所说的更好 就算是长相 也是可以靠着学习来提高的 美国一间电视台制作了一个一档节目 里面有一名美女 她正在马路边为车子的故障烦恼 过往车辆急速停车 而那些男子则不顾自己的生命 不顾自己的生命 跨过四条车道 一路上都是为了救助这个不幸的女孩 而在另外一集中 剧组还找到了一名长相并不算出众的女星 她也是一身相同的裙子 身旁也有一辆坏了的车子 不过 车子一辆接着一辆地开过去 虽然有那么几个车子开得很快 不过那司机也就随便告诉她 让她自己开车过去 你会说 这不就是一个靠颜值吃饭的时代吗 人眉果然不同 然而 现实中 当你将这两个女性的照片进行对比时 你会看到她们的外形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她们都非常美丽 不过 从电视上来看 她比她更美 怎么会这样 结果 这位女主角从头到尾都是面带微笑 昂首阔步 信心满满 第二个女人坐在破旧的车上 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因此 我们观察一个人的外表 不仅要看到她的五官 还要看到她的容貌 媒体现在一种活力之中 假如你能树立起信心 运用正面的身体语言 说起话来 你就会变得更加美丽 而这一切 都是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提高的 我们在决定 要不要跟某人在一块的时候 会考虑到这一点 当两个人在一块的时候 对等的原理依然有效 这并不意味着 每个人在恋爱的时候 都会想着彼此给自己更多的东西 这样 她们就会觉得更快乐 其实 一份感情 得到的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快乐 得到的 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快乐 那些努力和回报都很平衡的人 会更开心 这似乎和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不是很享受吗 在我们看来 要追一个人 就要每天都给他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有一些心理学的调查显示 要得到别人的喜欢 并不需要去为别人去办什么事 而是需要别人帮忙 这样才能增加对方对你的印象 这是为何 由于人类的思维方式有一种特性 即我们想要与自己的想法和行动保持一致 因此 我们在做事时 会潜移默化地给自己找出一个原因 让自己确信 我们是自愿这么干的 这就是心理上的承诺的连贯性 因此 在我们帮助他人 或帮助他人的过程中 我们会潜移默化地相信自己愿意帮助他人 这是为何 我应该对他好 就是对他好 因此 我们每次帮助他人 心中都会对对方产生一种更深的感情 反之 如果你向某人求助 而被他接纳之后 他就会更加喜欢你 因此 最好的爱情 就是互相奉献 互惠互利 从而加深双方之间的关系 第三段 第三个字是 尊敬 它是维持一段感情的最关键的字眼 我也注意到 关于尊敬的论述中 有一种最为深刻的见解 老实说 刚开始看这部小说 第一眼看见的 就是各式各样的爱情手法 我心里竟然有一个疑问 这是一部关于Pool Ad的小说吗 Pool Ad的全名叫做 Pick Up Artist 翻译成调戏师 其实 Pool Ad的课程 就是通过各种方式 来迷惑男性 让男性为之疯狂 而一些Pool Ad的课程 更是明目张胆地告诉你 他们在教导你 如何捕杀不同的男人 Pool Ad本质上 是一种情感欺骗 而现在 网络上Pool Ad 已经变成了一个 非常具有侮辱性的字眼 我在读完之后 就开始担忧 怎么才能让人喜欢上你 我完全可以完全安心 我读到了作家 在一本书里 着重指出了 两个人之间的相互尊敬 是如何的重要性 在这些被称为 Pool Ad的技术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就是自我毁灭 就是那些打猎的人 在最初的几句话 理摆一摆顺 然后就会找到一个时机 突然翻脸 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来 然后说 你是骗子 你不尊敬你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抢占你和你的感情 如果他愿意 放下尊严 来修复这段感情 那他就会一步一步地掉入陷阱 被情绪所支配 你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 Pool Ad会抓住一个人的心理 那就是 只要把自己的尊严放低 就可以取悦别人 在网络上 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关于爱的看法 也有一些偏激的看法 表面上看起来不一样 有的却截然对立 可是在那些看法的后面 却有着共同的基础 那就是恋爱就像一种 自我尊重的零和博弈 例如 女德性 与Pool Ad有些相似 都是以男性化的方式 来压制女人的自我 相反 也有一些极端的女人 认为所有的男性都是猪 而姐妹们则会站出来 将这些人全部践踏 两种意见 看似对立 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觉得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如果要在恋爱中 得到更多的尊重 就得付出彼此的尊重 在他们的观念里 两个人中 肯定有一个人会很没面子 可是 事实就是如此吗 在一场恋爱中 两个人是否可以 在同一时间内 都维持高度的自我尊重 这就是 《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 一书中最精彩的部分 本书中的一切技术 都说明了两人能在同一时间 拥有高的自我意识 共同分享爱与亲密 但是 该如何去实现 本书说 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要学习如何为彼此提供自我尊重 这种自我感觉的推拿 该如何去实现 自我感觉推拿分四个阶段 第一个步骤是让别人明白 你很快就会被他的魅力所迷惑 第二个步骤是 当你谈话时 要让他们感受到 你发自内心的表达的了解和认可 第三个步骤是让自己的身份持续地 在每天的生活中装饰 当你的心上人逐渐开始主动地展现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时不时地给对方一些暗示的恭维 这样 你就可以用一些私人的玩笑和一些其他的小伎俩 让对方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第四个步骤是 你的心上人觉得你充分了解 他是怎样的独一无二 然后向他发出最真实的赞扬 你也许会说 哦 你说了半天 结果你的自我感觉是在拍我的马屁 不 有技巧的自我推拿 并不是那种毫无意义的恭维 也不是那种老生常谈的老套 自尊心的推拿 就跟真正的推拿一样 需要找到正确的学道 在别人的心目中 最关键的就是自己 你要全面地审视和了解你的心上人 探究他是怎么想的 并未这种自以为是的 一份美丽的爱 必定是为了维护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自己 在小说中 他的哥哥拉里 迎娶了一位年长他好几年的太太雷吉娜 这个故事的创立者 起初并不能完全理解 直到有一次 他把弟弟嫂嫂叫到家中 他终于知道 拉里为何如此喜欢他了 拉里的厨艺很不错 所以 创作者让拉里做菜 而他和雷吉娜 则在一旁帮忙 当拉里正在切割香菇时 雷吉娜赞叹道 宝贝 你真的很厉害 连蘑菇都能切成这样 瞧 这些菌丝都是那么均匀 那么清爽 一开始 创作者还觉得 雷吉娜只是在说笑 不过 当他转头 去看雷吉娜的时候 却看到了他对拉里的夸奖 这时候 他才恍然大悟 身为一位大厨 拉里肯定很重视他的刀法 因此 雷吉娜对雷吉娜的夸奖 是发自内心的拥护拉里对自己的憧憬 也就不奇怪了 在这篇文章里 有一条非常实用的小贴士 那就是要学习 如何去响应别人的称赞 这一问题对中国人尤为关键 由于我们认为要谦逊 因此受到表扬以后 我们中国人的基本回应就是 没有没有 哪里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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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了等等 美国人比较开明 而美国人则会简单地说一句 感谢 事实上 这些都不是最好的回答 他举例说 法国人有一种表达方式 当他们受到赞扬的时候 他们不会说什么 也不会说什么感谢 他会说 你能找到这件事 真是太好了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种正面的反应 因为别人的赞扬 会使你坚信自己是 与众不同的 而你的正面反应 也会使你的另一位 完美的自己得到支撑 你会让他觉得自己很有能力 去发掘他人的长处 自我尊重和正面的反应结合起来 每个赞扬和交流 都会成为彼此的营养 我称赞你 使你确信你是一个特别的人 你回答了我 使我确信我是一个 有洞察力的人 一首诗是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爱 可以让我们丧失自己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 爱能让我们丧失尊严 爱不是一场虚荣的博弈 一场完美的恋爱 必定是双方都要敢为对方的尊严 概要 至此 我将 如何让你爱的人 爱上你 一书的精髓 全部讲解完毕 让我们来做个概括 笔者认为 相似 同等 尊敬是一种良好的恋爱关系 两个人从最初的相识到相爱 最主要的一个字 就是相像 人与人的共同点 在于兴趣 价值观 价值观 相似的人 相似的地方就会更多 两个人从相爱到相爱 最主要的一个字就是 对等 他们的性格越是相似 他们就会更有可能在一块 包括外貌 财产 地位 知识 性格 性格等等 但幸运的是 这一切都是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的 包括外貌 两个人在一块以后 对等的原理仍然有效 而那些努力和回报相对平衡的人 则会感到更加快乐 两个人能否持久相爱 最关键的就是 尊敬 爱不是一场虚伪的博弈 学习自我的 自我推拿和正面的反应 可以让你们彼此得到营养 在双方都有足够的自信的情况下 尽情地感受到爱的美妙 我的一名同事 非常喜爱这一部作品 他已经读了好几年了 可以说是他对恋爱的看法 所以我就问道 你认为 这本小说 对你有哪些影响 他的答案是 我们要真心相爱 第一眼看上去 好像是一个很有道理的答案 不过 细细一琢磨 的确是这样 短期之内 我们的确 可以把自己的容貌和彼此看起来很像 看起来很像 也很尊敬 可是 爱需要长期的交往和相伴 而假装并不能持久 因此 要得到爱 一条古老的谚语 仍然奏效 没有一条可以到达真心的路 因为它自己就是一条路 我只能解决